回北京了好几天了 最近好久没跟闺蜜在一起聚聚了 所以今天中午 月小孩来家里吃饭 现在出去买点菜买点肉 最近北京太冷了 今天早晨洗完头发 出门的时候戴上了个帽子 大卫说我这个装扮跟东北人似的 今天卢谷这永辉超市人太多了 进停车场还得排队 马上过年了 超市里人特别多 都开始采购年货了 来点牛排 我们现在采购完了 准备回家 果果看到他喜欢的了 冰糖葫芦 小韩现在来了 果果赶紧把冰糖葫芦准备出来了 谢谢宝贝 一会我来吃 两月没见 小韩又换新发型了 好漂亮 你这脸环重不重 不重不重 只有大脸很轻 别人都说你比我漂亮 而且年轻 没没没 其实我们俩一年的 对 妈妈和小韩阿姨在外面装盘 爸爸在里面洗菜和切肉 你就等着吃啊 看看爸爸的刀钩 我们今天安排的是烤肉 现在准备好了 我闺蜜大家去烧烤 开机还有舒缓的营业 大尺寸的烤盘能满足多饮聚会 今天跟闺蜜聚会吃烧烤特别高兴 来碰一个 牛排熟了 撒点黑胡椒 吃饭 尝尝 蘸的酱 尝尝这个牛排嫩不嫩 好吃 小韩日常那个 好 五花肉熟了 看着肥肥的肉片烤得太香了 来叔叔吃个五花肉 嗯 加点酱 嗯 今天不减肥了 吃点肥肥的猪肉 嗯 把这生菜吃的感觉就冷腻了 它还有智能分区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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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温度高 两侧是保温区 而且在烤肉的时候没什么油盐 在家也能舒舒服服的吃烤肉了 果果的胃口还是不行 吃了一会就下桌了 这大尾这鸡翅吃的真香 这也是鸡翅 我们现在又烤了一波 看果果跟阿姨玩起响齐来了 你们俩现在谁比较领先呀 嗯 不知道 吃完烤肉了 我们再用这个身盘吃点火锅 水开了 现在下点菜 再下点鱼片 吃完烤肉了 跟闺蜜聊了会天 她现在工作还挺忙的 周末还得加班 刚刚又去公司了 我们吃完这些锅耳泡盆 特别油腻 看起来挺不好收拾的 大尾特积极 已经干起来了 我媳妇跟闺蜜聚会的时候 每一次都特别高兴 所以这个家务活 我就全部包了 让它高高兴兴一整天 你现在这觉悟 这情商不错呀 因为情商离手的软肋 所以我必须要提高一下情商 就辛苦了 这个烤盘是进口涂存的 光滑不粘 洗起来特别好洗 油脂肪 水